大家好 我是一木 这冬天月季花怎么修剪呢 这段课程一木详细的教大家 我们来看吧 好的 大家现在眼前看到的 就是一盆棒棒糖的月季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往上压一下镜头看到没有 现在的话呢 这盆月季都是在绽放着花朵的 还非常漂亮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修剪它 为什么要修剪它呢 就是因为啊 如果说冬季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花朵你不动它 保留着让它过冬的话呢 这些花朵将在整个冬季 会把它的养分基本上消耗殆尽的 那这样的话来年它再要开花 达到它的剩花期的时候 花量将会大大的减少 花朵开的小还开的少 会影响来年以后的开花状态 所以冬季的这些花啊 我们一定要给它修剪掉 怎么剪下面一幕来教大家 好的 那如果你家里养的月季啊 也像这样全部开花 我们呢是不要保留花朵的 贴着花朵下方的第二个到第三个雅点呢 直接给它剪断 啊 剪断 不要让藏花还有这种开过的 啊 这种藏花呢 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养分消耗 都给它剪断 所以你看到有花 我们就剪 不要让它花 包括花骨朵也好啊 花苞也好啊 留着让它过冬啊 这样的话是不好的 所以冬季的我们的月季花不要留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看到就剪啊 看到就直接给它剪掉 像这样 好 修剪完花朵之后呢 全部都保留住它的叶片 注意 花朵是剪的叶片不要动啊 不要去剪它叶片 留着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积累养分 才是冬季最主要需要做的东西 好的 那修剪完成之后呢 我们马上的给它追上肥料 那肥料呢 一定要使用这样的纯羊分肥 它是一种风干的有机肥 有机肥的好处呢 就是它是缓慢释放的 不会烧苗 冬季的话最怕你施肥烧苗 因为冬季它虚肥量不多的 所以我们就轻轻的抓一把羊分啊 然后呢给它 撒到土壤里就可以了 这些羊分是风干羊分 没有任何的味道 这样的话呢 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这些肥力都会一点一点一点的 渗透在土壤里面 帮助它整个冬季 抗病虫害的能力 大大增强 有利于开春之后的发苗的动力 效果是很好的 好了 那这期的绣花豆 这一期的这个修剪 就教大家告一段落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加评论加收藏 我们下期课程 再见了